番茄蝦下鍋炸 還有這一道淋上高湯的蝦子 東港華僑市場裡 代客料理的業者 同時料理好幾道菜 真的不會搞錯嗎 我們這都顏色區別 就不會送錯了 用夾子標示食材 是一種方法 但其實從一開始接單 就要跟客人講清楚 蛤蜊它的杏質跟海瓜質很像 都是少九成 那螃蟹我會幫你確認一下 也會幫你檢查它的腳 是否都存在 您可以看一下它的腳 把食材打開 跟客人解釋會怎麼料理 大聲的喊出食材的名稱 都是在跟客人一一確認 有時候你買的是花蟹 或是三點蟹 或是那個紅蟳 它是兩個單面要認 你買的是什麼東西 你也確認了 因為有時候你真好的 它會斷腳 就像客人來買來給我們 我們會幫它敲腳 敲腳的時候它就碎掉的時候 你要這樣子很難 很難比對 譬如說你可能要拿個匙 或是說你的螃蟹 你可以稍微量一下 業者說避免顧客有疑慮 他歡迎顧客拍照錄影拿匙量 也有消費者建議找認識的店家 數量都差不多 就是那樣子的數 如果我們買之前 我們都會先看 重量會 我買的就是那一個東西 所以說你自己會知道 消費者買了新鮮食材 找帶客料理 就是想要吃到最新鮮的 如果怕被掉包 拍照錄影存證 看來是最直接的做法 部分業者怕被誤會 自己在店裡也有裝監視器 自保也避免糾紛 東森新聞瑜伽雄 在屏東的採訪報導 局面